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但是同一時間這幾天解放軍首先是有人事的異動 再來就連日本的專家都判斷2022到2027 可能是北京攻打台灣的時間點 其中2027新平百年建軍的時間表 這背後可能影響著兩岸跟台海的局勢 然而同一時間環球時報又有新的文章 因為索羅斯從8月14號到這兩天為止 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 痛批中國痛批習近平 那環球時報現在直接回嘴 那環球時報文章說索羅斯是全球經濟的恐怖分子 那這樣的恐怖分子正在盯著中國可能做恐怖攻擊 然後總加速師照全球的判斷 很有可能加速中國與世界 乃至於美國經濟脫鉤 脫鉤的背後事實上全球的相關聯盟也在去中國化 事實上澳洲過去也是依賴中國經濟 依賴出口中國相當大的國家 這一次戒斷中國去中國化背後也有故事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透視中國研究員 同時是台大政治系榮教授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信傳媒副總編輯段施傑 大家好 再來是參與專家溫瑋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我剛剛講 2027收復台灣 這個是外界關心的習近平的時間表 那這背後當然跟軍權槍桿子有關聯 好 明杰剛剛看到的是金燦榮 他認為拿下台灣容易 因為國軍被他們摸透透了 那外界關心 包含日本的國會議員佐藤正久 都判斷2022到2027可能有習近平的時間表 對 剛剛金燦榮的說法 我想他靠嘴巴大概已經佔領台灣了 那這個講法 這當然是講給他的中國內部聽的 那這叫標準的打擊血 回到現實面來講 真正的軍事實力不是開玩笑的 用你嘴巴講就可以贏 那我們觀察到近期 特別是日本今年以來 這一個對台海的關注情勢 的確是這一個公開的 這些官方的說法越來越多 可以整體上彙整下來 可能已經真的 內部已經慢慢凝聚成一個共識 那這個除了其實先前 他的防衛大臣安心夫 已經講到非常多次 只要台灣有事 那日本很難置身事外 那最近日本自民黨 這個黨內的這個黨魁 在這個相互的爭取的過程中 呼聲比較高的 包含像這個岸田文雄 那這兩天也特別罕見談到說 這個他認為美日之間 應該要針對台海危機 來進行所謂的兵棋推演 那這個說法其實 如果先前在安倍政府任內 其實美日之間 可能已經有機密的兵推 有舉行過 那他可能沒有參與 不曉得 但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同樣是在關注台海的一個情勢 有沒有可能升溫 那另外當然還有另外一位 河野太郎當然相關的說法也非常多 最近這幾天是連自民黨內部的 這個外交部的會長 佐藤正久 那他特別是也點出了一個時間表 那這個時間表其實跟先前 美軍的印太司令 不管是戴文森 或者是阿基里諾 都談到所謂的2027年 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也認為說 這個習近平非常有可能 在2022到2027之間 加大對台軍事的壓力 所以他建議要這個美日台三方 要共同來成立一個防衛合作機制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非常贊成 本來就早該要有這樣的應用的準備 那連台灣前這個參謀總長 李喜明先前也拋出這樣的說法 那在美國的智庫也有類似的討論 這個部分我覺得要把它落實 那同時他也認為說 這個有一個非常有意識的建議是說 他認為不是只有在東面 這個美日台可能兵力聚集 解放軍他會全力來阻止之外 他認為說包含像在南海 在印度洋 就中國的一個後方 可能是不是也有可能 加大跟東協的合作 甚至跟印度的合作 然後可以在後方牽制 解放軍的兵力 讓他兵力分散 然後沒有辦法全面 在這一個台海用兵 那還有包含像日本安保協會 這個研究會的會長 一位這個叫石野一招 那他也強調說 2027年以前 的確這個美日台三方共同要提防 就是說的確有可能解放軍 會這個對台或對釣魚台 有這個軍事入侵的動作 那這麼多都是 2027年的一個時間點 其實先前我們大概也討論過 為什麼會把它放在2027年 主要是說可能在先前 19屆5中的時候 那時候習近平提出了一個 要在2027年 全力來完成建軍百年的目標 那這一個時間點是新提出來 跟過去他講的譬如說2035或2049這些 可能又提前 所以讓外界也關注說 有沒有可能習近平對台動武的 這個企圖 有時間上面的一個壓力 所以他可能會提前在這個 時間點來這個進行 不過這個當然這時間點的評估 還有一個對照 如果落在時間表上面 就是說中國的這一個 中共的這個政權的交替 特別是到2027年 非常有可能就21大之前 習近平有沒有可能 繼續掌握政權這個時間點 如果在台灣問題上面 他對內沒有辦法提出什麼樣的 一個交代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會促使他 挺而走險做這樣的動作 不過這樣的一個 政治上面的企圖 當然是一個研判 但軍事實力上面 其實先前包含像美軍 現任的參謀聯席會議主席 這個秘密 他其實他也強調說 其實在這幾年來講 如果以中共的軍力 目前來講 還是沒有辦法來全面 對台進行入侵 所以真正的戰力 跟意圖上面 是不是有實際的落差 那他全力在準備的確有這樣的傾向 那意圖也持續在加強 那真正是不是敢對台動手 我想在國際中共魁魁之下 其實對他有一定的一個遏止的作用 那特別是近期我們看到 美軍的這個卡爾文森號 航母打擊群進入南海之後 中間另外還有派了一艘 這個DDG65的 這一個伯克級的神蹲艦班福德號 那甚至直接穿越 美濟礁12里這個的一個海域 那等於就形同是在對這一個中共先前宣布 9月要這個實施的這個海安法 等於對他進行直接否認 那等於不承認他在南海宣稱的相關主權 那除了實際的軍事動作之外 其實中美軍方兩邊在這一個口頭上 其實也持續在互嗆 因為特別是這一次的動作 那解放軍的這個南部戰區的發言人 就是出來講說他這一次是違法 這個闖入 這個中國擁有的這個南海的海域 那未經批准 所以他南部戰區也組織了海控兵力 對他進行驅離 那美國的第七艦隊發言人 直接出來公開否認 說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而且強調美軍在這個地方 其實自由航行的時間 已經長達75年以上之久 那同時他的一個有一位少將 海軍少將叫Brown 他在推特上面還發文說 這一個美國在南海這個地方 自由航行的歷史 比解放軍在這個地區 活動的歷史還要久 這個更長久 那這一句話 結果沒想要引來 中共的環球時報 胡錫進也在他下面留言 就反嗆回去 然後講不過的情況之下 居然把中國過去歷史說 他說明朝正和下西洋 這個戈倫布都還沒有出身 還沒有辦法發現新大陸 那拿這個歷史來說嘴 那當然後面他也提到說 他希望解放軍未來有朝一日 他們的艦隊也能夠 這個航行到關島 航行到夏威夷 甚至穿越加勒比海 那這個說法 其實我們也不反對 你現在就可以做 為什麼還要有朝一日 你今天 不要每次都來巴士海峽 對啊 你就在附近跑一跑 你今天其實你的遼寧號 山東號 你如果你的補給能力夠的話 其實你就直接直抵 美國加州西岸 其實我們也不會去反對你做這動作 另外你的轟6K 就算改成轟6N加油型 你就直接飛到美國的這個西岸 或者夏威夷 去對他進行 所謂的這個示威也好 甚至你的偵察機 運巴反潛機 遠竿機 你能夠飛得到美國加州西岸 去對他進行抵近偵察 當然美國不是經常在刺射 這英勇兵三型飛帶 我們都經常在這裡講 那一年至少有四次機會 其實你運巴如果飛得到 請你趕快去抵近偵察 問題是飛不到 所以這個是實力的問題 那所以回過頭來講說 他近期還在這個南海 針對美國可能在南海這個地區 持續他的自由航行 那進行央視 這幾天曝光了一段畫面 就是說他在進行一個 島礁的奪空登陸戰 那這個畫面顯示說 他這個派出了 071型的五指山 這種船屋登陸艦 那搭配他766A的這一個氣電船 同時出動了直升機 上面搭載了特戰部隊 而且對島礁 模擬攻戰的島礁上面進行 所謂的激降跟鎖降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到底代表什麼 遺憾 我們背後在觀察 其實他非常擔心 美國奪取中共在南海的 這個七個島礁 所以不斷的在透過這樣演練 而且演練的一個主要部隊 是南部戰區的一個 這個海軍陸戰隊 所以這樣的一動作 背後顯示 其實解放軍對於美軍近期 在不管台海東海南海 非常多的動作 內心是缺乏自信 而且是存在一定的恐懼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們觀察 中美兩方 雙方的軍事的表現 美軍我們看得出來 他都是先做再說 他不會事先敲鑼打鼓 這就是有實力的人 在做事情的方法 但是你看到解放軍 經常只說不做 而且這一個講話 嗆得別人家大聲 從這背後就可以看得出來 解放軍其實內在存在 一定的恐懼跟缺乏自信心 好 那我請教明老師 剛剛講到美中現在 在南海的局勢 更加的升高跟對峙 可是同一時間這幾天 習近平內部 更換了幾個解放軍將領的名單 然後全球的戰略專家都觀察 他可能在2027百年建軍當中 有一個時間表 明天從前幾天談到了 其實他講得很有道理 我就接續他的話說 這一次比較特別就是 一次又動了五個上將 前陣子已經動了幾個 然後又動了五個 動了西部戰區 動了中部戰區 動了海軍司令 動了空軍司令 動了國防大學校長 然後五位都升了上將 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比較突出 第一個突出就是 上次民進院就簡單談到 空軍司令員年紀比較輕 然後將來怎麼服眾 然後怎麼樣 擺平內部 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次西部戰區呢 已經連續換人換好幾次 這次呢又換了一個人上來 好 我們最早吧 講回去年12月份的時候呢 最早當時是趙宗祺 退休之後呢 接任人叫張旭東 通常一干得干個兩三年以上吧 他一干了 干了六個月 然後就換掉了 換了徐啟林 徐啟林上來 我們想說要干了兩三年 就干了兩個月 然後就不見了 那第一呢 三個人都升了上將啊 但是到現在為止 張旭東呢 這個無聲無息 徐啟林呢 也是去向不明 我們不是說 這兩人一定出了問題 但是這麼短 這麼快就換了 他一定有問題 這個東西是比較罕見的 在過去解放軍的 這個歷代的歷史當中呢 也很少看到這種情況 簡單說 西部戰區四個月 三次換人 這個事情非比尋常 好 那麼我們 在前一陣子 講到說不是明年要開這個 二十大了嗎 我們一直講說 中共每一次五年到十年 開一次大會的時候呢 就會換血 尤其十年會大換血 那我們大部分 談到都是文人 過去我跟大家講 也都是文人 講說總書記啦 然後呢 幾個常委啦 然後再牽涉到什麼 幾個比較高的這些人 我們看到就是 中共呢 因為它是一個權力 非常注重權力的 這麼一個團體 我常常講過說 中國共產黨呢 對權力有種 病態式的執著 因為有病態式執著呢 大家對抓權力呢 那興趣非常濃厚 大家說在鬥爭當中呢 會結成派系互相鬥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派內也會鬥 因為派內如果說 你上去 我就沒機會上去 就是剛剛講說 如果空軍司令 這麼年輕上學 那我們其他老 老他幾歲的空軍司令 可能都沒機會了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大家鬥得非常激烈 所以派跟派鬥 派內也鬥 所以鬥爭非常慘烈 那這是第二特色 那麼這次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習近平很可能 會打破過去慣例 他會幹第三任或第四任 換句話說他爭取連任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說習近平的連任 還在未定之天 所以未定之天就是 看起來態勢都很好了 然後他好像佈局都不好了 但是有多少人 暗中在反對他 暗中在搞鬼 想讓他這個連任不成 原因很多 一方面就是他壞了規矩 大家都幹兩任 你怎麼要幹第三任 第四任呢 這第一個 第二你要改的話 那可以 大家投票同意再來改 現在你沒有做這個事情 然後就說要連任了 再一個什麼呢 再一個就是說 你過去幹了十年 結果呢 你用反貪腐的名義 打了我們這麼多人 然後奪了我們這麼多財產 又傷了我們這麼多利益 你要再幹五年 再幹十年 那我們怎麼得了 我們怎麼辦 所以就是這一次 習近平如果要連任的話 他的反對力量非常大 我們就說 會動到人事 而這次軍人動到 做到這種程度呢 會是我們一個觀察的重點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習近平這幾天 動了五個 這一個解放軍將領的人事案 那明老師剛剛講到 這可能跟二十大的政治鬥爭 也有關係 那特別是對內對外 他都有強烈的反對壓力 對 然後我們常常講 我們說這個每五年到十年 他會有個大的這個大換血 然後會動人 我們常常講說 他的動人的背後 看起來都動的都是文官 其實不是 五官常常是在大家不顯眼 不注意的情況下 他動到了 中共不是一天到晚講說 黨指揮槍嗎 他其實背後就是 黨擔心槍 黨非常擔心槍 所以黨一定要指揮槍 他就說 可是看起來 這麼多年一直很平順 沒有問題 不是的 我幫他仔細數一下 之前我不說了 就是中共建立政權之後 尤其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 黨跟槍的關係 其實一直是有矛盾的 第一個案例就是彭德懷 那彭德懷拔下去之後 就換林包上來 為什麼 因為我準備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我毛澤東要準備要搞文革了 彭德懷一向不太乖 不太聽話 所以我換一個 我能指揮動的林彪上來 然後準備去搞文革了 所以當把槍抓到手上的時候 毛澤東就肆無忌憚的去搞文革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毛澤東在黨內要開會 要通過文革的時候 他動了解放軍的北京衛術師 把衛術師調來包圍了會場附近 才去開會 之前大家常常忘記 很像以前那個帝王戲劇的九門提督要來護啊 我把九門提督跟十八門提督就要來做 把會場包起來讓我來開會 才能開始鬥爭 所以大家覺得說 濱臨城下這樣來開會 是這個感覺 大家常常忘記這細節 這第一個 第二 鄧小平呢 當時被打下去了 然後準備付出 去鬥華國鋒的時候呢 他去發動逞越戰爭 表面上看起來是跟越南之間的邊界糾紛 不是 因為你華國鋒指揮不動軍隊 我才指揮不動軍隊 我鄧小平呢 是當初要封元帥 我不要的 我這麼一個人 所以我可以指揮軍隊 然後發動逞越戰爭 指揮軍隊 我把軍權奪過來 軍權奪過來之後 鬥華國鋒就容易了 這第二案例 第三個案例 華國鋒在霸出了 鄧小平在霸出華國鋒之後 提拔了胡耀邦跟趙紫陽 先後把他拔掉 在拔這兩個時候呢 請各位仔細看他們當時的回憶錄 他都動了軍隊 他都動了軍隊 他雖然覺得說 這兩個人跟軍隊呢 沒什麼淵源 然後也沒有能力去指揮軍隊 但是我鄧小平 為了以防萬一 我還是動了軍隊 所以我擋擔心槍呢 這話我是沒有亂講的 那他為什麼能動軍隊呢 他是軍委主席 好 這第三個案例 第四個案例就是江澤民 江澤民上台之後 你又覺得沒事了吧 上台沒多久呢把楊家將給拔了 楊家將是鄧小平留給他兼軍用的 就先後拔了楊上昆跟楊白冰 把軍隊解決了 然後江澤民呢 在幹了這個十年之後 該交班了 交給胡錦濤 你覺得沒事了吧 好 交了 第一呢 交職而不交權 第二 交完之後呢 突然在開一個 開一個後面的會議的時候 有幾個將軍呢 幾個人連署說 我們聯名建議 請這個江主席呢 繼續留任軍委主席兩年 第04動議 這叫突襲 嚴格說這叫政變 胡錦濤拿了動議之後 聽說是丁文的動議 看了半天 才緩緩說 我完全同意 完全贊成這件 因為你不贊成的話 立刻可能抓走 就兵變了 為什麼 江澤民當時軍委主席 還沒下來 然後他還在連任 好 這個是江澤民 胡錦濤你說沒事了吧 是 胡錦濤最後 在逗薄熙來的時候 他抓周永康 為什麼他抓周永康呢 大家都很記得吧 周永康當時是政法委 政法委當時有權調動武警 武警是第二軍隊 他的權力可以到什麼地步呢 可以調動2999名武警 然後不通過軍委 超過3000名要報軍委 所以武警當時是雙線指揮 所以你說軍隊在不在裡面 在裡面 當時我們一看完這戲 我們說這下精彩了 那武警可能跑不掉 果不其然 後面一兩年當中 當時的武警指揮官 全部洗乾淨 沒有一個留下來 武警的政司令 幾個副司令跟政委 全部洗得乾乾淨淨淨 洗到哪裡去 我們都不知道了 你說沒事了吧 我們節目過去講過 2017年 中共開十九大 十九大我們說 一定會有人事鬥爭 一定會鬥爭 而就拔了一個孫政才 大家認為說 將來會是接白人之一 另外是胡春華 胡春華 好了 那這樣沒了 結果過沒幾個月呢 拔了防風暉 拔了張陽 拔了杜恒言 拔了吳思德 吳思德後來放出來了 另外三個呢 防風暉 終身監禁 張陽自殺 杜恒言下落不明 所以你說 軍人在中共政治裡面 不扮演角色 扮演角色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再說一次 黨擔心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看到 如果說 我們前面推測是對的話 那麼明年要開二十大了嗎 對 所以現在開始呢 政治鬥爭會慢慢陸續上場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是 關心地方諸侯的變動 對 第一個是看四大這個直轄市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慶 其他省市當然也關鍵 但這四個呢 特別重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呢 軍頭還有沒有變動 現在已經變動幾個了 兩個戰區 然後兩個 兩個這個軍總的司令 還有沒有其他會變動 如果這段時間裡面 有不正常的軍委委員變動的話 那問題就很大了 再來一個 我們過去講說 有反習派 反習派其中有一支 第三支呢 叫太子黨 太子黨裡面有一批是高階將領 這些人可靠不可靠 可能可靠 可能不可靠 就像這次換人一樣 你說這次換人 真的一定是說 真正有問題 不一定 有可能什麼 習近平走到今天之後 開始疑神疑鬼了 很多獨裁者走到最後的時候 都開始疑神疑鬼 看誰都覺得不順眼 哪怕你跟我一起打天下 所以你說 2027有個時間表 也就是從2022開始 2027 是 有可能 但我再說幾句 第一呢 他是一個未來士 第二 在打台灣以前呢 他除了有軍事面之外 有國際戰略面 然後還有內政的問題 他把這東西都得想清楚 都得擺平得了 他才能真正打台灣 但對他來說 現在最急的不是這件事情 最急的就是 怎麼樣先過到2022 2022我真的鞏固政權之後 投過身材過嘛 這個事情呢 是我們現在要關心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8月14號起 索斯連續發了三篇文章 痛批中國跟習近平 他呢 禮拜一 才剛寫文章 痛批中國 這一個背來的大量的投資 同時呢 他也要求美國國會兩黨 應該全面禁止投資中國 結果今天貝萊德就得到公告許可 可以在中國募集資金了 然後呢 同一時間環球時報回嘴論 現在胡錫進的新說法是 索斯是全球經濟恐怖分子 索羅斯最近這段時間 連續對於中國的狀況 中國的經濟狀況 習近平的狀況連續開炮 說要美國應該禁止對中國投資 應該要撤出中國 然後習近平是獨裁者 然後共同富裕不是好現象 連續開票之後呢 習近平當然還沒講話 但是胡錫進已經不忍了 胡錫進已經跳出來了 專門痛罵索羅斯 就是全球經濟恐怖分子 他是個陰謀者 他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人 他是撒旦的兒子 這篇文章寫得這麼落落蟲的 痛批索羅斯 痛罵索羅斯 而這痛罵裡面呢 他還特別的去講說 其實很多對中國的批評 都是造謠 而這個造謠單位是 跨國主司 人權觀察 他說這裡面 又是索羅斯的陰謀 他說因為索羅斯是 人權觀察幕後的金主 再把索羅斯給痛罵一篇 最後呢 他們整篇裡面 告訴你說 你現在要脫鉤中國 你現在要怎麼樣 其實他拿出了六年前 索羅斯在紐約書評裡面 講的文章 他拿六年前是說 你索羅斯會看走眼呢 因為當時你索羅斯的文章裡面 是講說 美國應該要明白 如果用零和的思維 看待中國 也許美國會得得比較少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全球最大對沖基金 喬水基金的創辦人呢 達里歐也特別講說 他認為中國和新加坡的機會 不容婚事 他認為說共同富裕 他把解釋成叫做共同繁榮 所以這會是中國開始有 慈善事業的起步 所以他也不會去放棄 可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很多人就看到說 這種態勢會成為習近平 跟全世界經濟脫鉤的總加速師 又會在這邊會繼續前進 為什麼呢 最之中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 就想說 因為中國會高 一向認為說 他們潛在的市場規模 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他就會在這個情況 繼續向左轉 以免再次被美國脫鉤 而是他要掌握主動權 不要被你脫鉤 然後前WTO的秘書長的拉米呢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習近平會加速 跟世界脫鉤 他會是全中國跟全世界 又經濟脫鉤的第二顆引擎 會繼續往前衝 那中國美國商會的那個會長呢 麥喬達也錄 麥達錄也說 其實現在裡面的狀況是什麼 中國真的對自己高度信心 他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次王岐山跟幾個德國的CEO 在那邊吃飯 在那邊講話 那些德國的外資的CEO 會開始抱怨 說在中國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王岐山就說 我不想聽 你們不用講 你們這些外資來了 都說有很多問題 但是你們 還是一定會投資我們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在這個形勢之下 全世界這個情況 總加速師 他會繼續的往他的方向走 繼續的向左轉 自己來脫鉤 不要被脫鉤 而這個情況裡面 就看到整個中國 真的是監管的越來越多了 前面的時候 他們開始要是 對於飯圈文化 要開始管理 所以趙麗穎 他有九千萬個粉絲 他的工作室被注銷了 現在傳出來有 六百六十個人的名單 他們工作室都被注銷了 然後裡面有四十幾個人 被列出名字 包含了林心如 包含了林一辰 鄧超 然後黃曉明 這些人都被注銷了 然後繼續管的是什麼 大家的學校裡面 都要好好的學習習知識場 就他們點名 三十一所高校 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 上海交大 你們這些學習習習知識講 貫穿紅色思想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 三十一所高校 也被中國點名 你們要好好的學習習習知識講 把你們的資源 好好的貫穿下去 徹徹集體 紅色思想要灌到你們三十一所高校裡面去 好我請教一下韋傑 這次索羅斯跟貝萊德是硬槓上了 沒有錯 我想其實在這個索羅斯發言完之後 這個貝萊德馬上就回應 然後就提供了幾個重點看法 他說我們跟中國的合作是站在合作互助的一個角度 我們是來幫助中國的一些相關的各取所需就對 那實現了美國跟中國投資人要達成退休跟其他投資財務的一個目標 換言之他們還是認為中國是一個滿好的一個投資市場 也能夠幫助中國現在正在面臨這個退休的問題 提供相關的一些金融服務 因此他其實就不理會索羅斯的一個批評 那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其實中國的這個募集的這個資金 其實有十一萬人去進行相挺的動作 所以在這一次的整個貝萊德跟索羅斯之間的一個大陣 看起來在短線當中 索羅斯在中概股是出現了一些 這個產培的一個狀況 但是貝萊德好像在這邊有得利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其實在這邊 我想其實在中國市場當中各取所需 每個人進場的一個時間點都不太一樣 另外我們看到在過去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事件 也就是最近在習近平整頓六大行業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概幫大家進行一個整理 大概是在2020年的11月的部分 是針對了網路科技業 那當然就是以巨頭阿里巴巴 當成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的重點 12月份針對阿里巴巴 進行了所謂的反壟斷調查 然後今年的3月份呢 包括騰訊、百度跟TikTok 就是字節跳動等12家公司 被控違反反壟斷法 然後呢這幾間公司都被罰款50萬的人民幣 那包含像是在電商產業也被控說 你用低價搶市也被開罰 那今年的5月份呢 又開始約談了多家的網路運輸平台 包含什麼滴滴啊 美團啊拼多多 其實都被約談 就是開始進行強監管的動作 那在今年的7月份 利用網路安全審查去進行所謂的一個大數據的控管 另外就是補教業界的雙減政策的推行 進入到8月份更加劇烈 包含像是在遊戲業的部分 地產業的一些監管 那包含像是最近我們在討論的 影視娛樂圈的一些整頓監管 其實都有一些些比較重大的一個改變動作 在整個中國大陸 現在目前已經不再是這個台商的一個金山 也都過去有幾個台商的撤離潮 另外我們看到在這一波的 整個中國富豪的一個資金潮的部分 大舉的湧進到日本的土地啊 另外包含像是在森林 還有私人島嶼的部分 這個都是這個中國在打壓富豪之餘 所造成的一些後果 就中國的資金外流 第一名流到波士頓 第二名流去日本買房地產 沒有錯 我想其實房地產還是對中國人來說 是一個比較保值的一個市場 所以他們還是會習慣說 至少他們的這個巨額的資金 房地產還是比較好藏錢的一個地方 另外我們看到在這個澳洲的部分 過去我們也討論非常多 中國跟澳洲之間的一個貿易戰的狀況 那我們看到這張統計圖卡 其實針對幾個重點商品來進行統計 包含像是在煤炭 鋼鐵 木材 棉花 大麥跟棉花 還有葡萄酒的一個統計 我們看到其實下面 最下面那條紅色的虛線是 針對於出中國大陸的一個出口 那上面的灰色跟黃色的 包含就是在這個其他國家的一個替代的一個狀況 我們發現到 中國禁止進口之後 這些產業沒有下去 反而還是持續的增加 因為澳洲所出產的這些產品 品質都非常的良好 都受到很多國家的一個歡迎 那包含像是在制裁的過程當中 煤炭他們被禁掉 去年我們都知道 在12月份禁止煤炭進口 那時候天氣最冷 然後在中國大陸冷死了好多人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鐵礦砂的這個區塊 他們就不敢進 為什麼 因為澳洲的鐵礦砂是全世界品質最好的鐵礦砂 所以其實鐵礦砂他們根本不敢進 只敢進一些比較偏門的 包含像是在這個煤炭木材等等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些相關的大賣的部分 也看到出口在中國大陸的大賣是持續的減少 可是卻有很多的國家來進行替代 包含像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在過去的一個替代的買盤上面 其實都非常明顯的在增加 另外像是在棉花的部分 是越南來取代中國 變成是澳洲棉花的一個最大的買家 所以其實中國不買棉花 沒關係我品質太好 還是有很多的國家來跟我買 另外在煤炭的部分 中國的禁令影響也是一樣有限 很多國家都需要非常好的一個煤炭 去進行發電的一個動作 在我們看到就是在葡萄酒的部分 中國大陸開始對葡萄酒 特徵所謂的反省銷稅的同時 也找到了一個好的一個新的方向 其他國家針對澳洲產的葡萄酒 也是持續的一個增加消費當中 所以其實從整個中澳的貿易大戰的過程來說 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看不到澳洲有敗向 那反倒是在整個澳洲國內的一個民調上面 反而反中的一個情緒是創下了歷來的一個新高 所以其實對於中國大陸的一個貿易戰 反而造成了這些相關的經濟體的一個人民反感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看這兩天第七艦隊直接在南海軍演的同時 事實上美澳也合作研發極硬素飛彈 我們看到這一個美國在對抗中國的同時 其實他的盟邦也持續在加大他們的一個軍事力量 不管是英國那現在連澳洲也要進一步跟美國 來共同研發所謂的高超音速飛彈 那其實澳洲的澳洲針對中國的一個非常多的一個動向 其實也引發外界關注 其實軍事上的行動 不要說澳洲離這個中國那麼遙遠 那中間隔著南海 但是可以看到澳洲也全力的在提升自己的一個軍事能力 那他的一個近期其實我發現 9月6號還有一架這個澳洲的P8A 居然出現在這個沖繩基地 而且到東海去進行相關的偵查任務 所以你看這過程中 他從澳洲本土要先飛到沖繩 絕對會穿越南海 而且這不是第一次 這是今年以來應該是第二次 那澳洲為什麼這麼 權力投入的要也跟美國共同來 這個圍堵中國 當然是不管是剛剛談到 這個外交上面經貿上面的各種的 跟中國開始有相互的摩擦之外 當然是在南海的部分 特別是解放軍過去潛艦 或者水下潛航器 都開始向澳洲逼近 所以這樣的動作 讓澳洲也認為他的一個國家安全也受到威脅 所以現在進一步跟美國要共同來研發 所謂的高超音速飛彈 而且他這一次共同要研發的高超音速飛彈 跟先前我們談到美軍現在主要發展的這個叫HGV 就是滑翔彈體的這樣的一個高超音速武器 不太一樣 他是屬於這個高燃充壓發動機 等於說用這個吸氣式的這個充壓發動機 等於說可以讓他本身就達到這一個5馬赫以上的一個時速 那5馬赫速度多快 大概將近就時速6000公里以上 那我們一般民航機在飛行大概差不多700-800公里 就覺得很快 那戰機能夠2馬赫以上就非常的快 那5馬赫以上的確是速度很快 那甚至先前川普都說美軍開發的高超音速飛彈 可以到17馬赫 那非常的驚人 那現在他要打造這個叫做HCVZ型的一個高燃充壓發動機 的這樣的一個高超音速飛彈 它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可以把彈體縮小 那未來便於它連戰機都可以掛載 因為我們看到美軍先前測試的這種HGV 滑翔彈體的這個ARRW-AGN-183AZ型 它必須透過B-50H這種重型轟炸機才能掛載 彈體來講本身來說比較大 那澳洲想要獲得的這一個雙方共同來研發 這一個還有一個名字叫南十字新計畫 那未來可能會打造出比較小型的 這樣的一個高燃充壓發動機 這個等於它會主要推力的這個高超速飛彈 那先前其實美軍自己本身 包含像洛馬除了開發這個HGV 它有HCV 它也在做有一型叫X51A 那甚至還有其他不同的這個 包含像這個雷神 它也在開發這一型的飛彈 那當然未來 這個澳洲是不是能夠成功研發 當然跟美國技術突破也有很大關係 那除了高超速飛彈之外 其實它最近也提出說 希望美國能夠全面分享給它 這一個飛彈的技術 因為先前它也投資了 包含像美軍 它也在這一個進一步提升 它的這個海馬式飛彈 它就是有一型這個叫PRSM的計畫 那它的射程先前因為IMF的這個限制 所以美軍過去這種所謂的地對地的導彈的射程 基本上都在短程 那不脫步300公里 那後來把它最高提升到499公里 但是這一個PRSM的計畫 等於說美國退出IMF這個條約的限制之後 它大幅可以突破它的射程 所以這個計畫 未來可能就包含像台灣 未來也會獲得這個海馬式飛彈 它的射程可以從300 直接往500公里上面突破 所以它也花了這將近21的台幣 現在也在進行相關的一個研發 那我們看到美國對澳洲 其實技術上協助非常多 不要說跟它也等於說 共同來研發F-35戰機 它連這種所謂的中層寮機的無人機 其實也出售給它 那它對這個美國對澳洲協助的模式 其實台灣可以作為參考 因為有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就是先前川普政府出售給台灣 HM88B的反輻射飛彈 其實非常敏感 等於是說美國對台軍售第一次突破攻擊性武器 因為它是可以透過F-16V戰機掛載 直接襲擊對岸包含像S-300 它的一個防空雷達可以打到對岸去 這在過去來講美國是視為禁忌 但是川普這個等於說已經把它鬆綁之後 台灣首度獲得這種攻擊性武器 那不過因為HM88B有非常多的彈種 B型是算中間比較老舊的一型 所以先前當然台灣內部也有在討論說 有沒有必要採購 或者是跟美國應該爭取更新的一型 而且近期美軍事實上 他自己成功試射更新型的一個真程型 已經到HM88G型 那射程可以到300公里 那為什麼台灣還要買HM88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他對美國對澳洲軍售 當時澳洲想要反輻射飛彈 他出售給他的也是B型 而且先出售給他B型 在他能夠善用之後 進一步才會提供給他E型 這個就很重要的考量 所以美國對台軍售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主要的關鍵 也是台灣自己是不是能夠 善於發揮這些武器 當然還有共諜滲透的問題 也是這個美國可能相對的提防 所以我們看到澳洲未來 跟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的模式 其實可能也是台灣未來 可以參考的目標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經濟加速脫鉤的同時 電動車的世界大戰 更加的混亂 那請教師姐 事實上電動車現在真的是戰果時代 各式各樣的競爭者跟產品都有 對 我們知道這個蘋果的Apple Car 雖然還在指紋樓梯响的階段 不過其實市場都對它寄予厚望 紛紛在等待 它到底什麼時候要亮相 結果沒想到這個車子還沒有出來 這個蘋果的電動車計畫的負責人 已經被這個福特挖腳挖走了 對 然後要去做他們的 先進技術的研究主管 那這個市場就預期 這個消息可能會使Apple Car 面臨這個生產的危機 那搞不好福特的電動車就有一個加大 或者這個增加推升的速度跟量產的計畫 對 因為大家都對這個Apple Car 寄予厚望嘛 然後就想說 這個Keyman居然被這個福特給挖走了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傳統的車廠 對發展這個電動車實在是相當的積極 那目前呢 因為現在這個是百家爭鳴嘛 然後這個大家都在爭奪這個資源跟主導權 像這個豐田呢 他們就宣布要砸下1.5兆的日圓 來投資這個車用的電池 那他們計畫呢 在2030年之前要投資1.5兆日圓 那其中一兆要用來擴產 然後5000億的日圓呢 要用來做這個研發 那他們覺得說呢 其實呢 到屆時 它的產能可以擴增到現在的33倍的水準 那他們就要讓這個電池的成本 能夠降到一半之下 那我們知道電池 現在電動車最難的技術還是在電池 然後成本最高的零組件也在電池 對 因為這個電池的成本 就占了這個電動車的40%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說電動車要普及化 那一定要有賴這個電池成本的下降 才有辦法來實現 那我們也看到除了這個電池之外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現在是非常的夯 那其實就是因為之前獲得這個特斯拉才用 於是就打開了這個大門 那現在大家也在搶奪這個資源 那我們知道世界上最硬的物質 第一名就是鑽石 然後第二名是這個碳化棚 那第三名就是碳化系 對 那它能夠讓這個半導體的耗電量 損耗降到一半以下 那散熱的效果呢也更高 有助於逆變器的這個小型化 我們知道特斯拉的Model 3 它的空氣阻力值 像跑車一樣低 那它就是因為這個逆變器小型化 所以才能夠讓它有這個流線型的設計 對 所以才能夠讓它跑起來 就是非常的不錯 那所以呢 這個碳化系的普及時間呢 大家也認為已經要明顯的提前了 包括這個德國的英飛林啊 它也推出了這個電動汽車的碳化系模組 那包括韓國現代汽車 還有豐田 還有雷諾等等 他們其實都要來採用這個碳化系 那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都在這個半導體新材料的主導權上面 爭奪得非常的厲害 那碳化系基本上跟過去我們傳統講的 這個晶圓代工的那個幾奈米 幾奈米的製程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材料 不一樣的製程 跟不一樣的技術 對 我們知道1960年以後 這個系就是 因為它非常容易加工 它就是一個主流的這個材料 但是現在呢 碳化系呢 已經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特斯拉呢 最近又有新的消息了 它要推出要價70萬的電動車 那將會是它最便宜的車子 其實它去年電池日的時候 它就有宣布 它要製造一款電池更小 然後成本只有一半 那大概70萬的電動車 那它去年呢 特斯拉在這個中國上 還有設置研發中心 所以大家就認為說 它將來可能會在中國製造 然後輸出到全世界 然後預計2023年會登場 那其實呢 傳出馬斯克最近也透露細節 就是它可能要把這個車子叫做Model C C就是chip的意思嘛 而且更重要的一個爆點就是呢 馬斯克考慮這個車子就會 不裝方向盤跟踏板 讓它變成全自動駕駛 那我們實在很難想像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可是它全自動駕駛前陣子出人命 才被調查 對啊 那如果說沒有方向盤 也沒有踏板 那你開車的時候是要看風景嗎 我不知道 對 所以就是非常的有趣 那另外呢 最近這個慕尼黑的車展 也相當受到大家的注意 那就有幾款呢 很受到矚目的車子 像這個福斯的ID Live 就是它最新發表的概念作品 它就是在這個小家庭 跟商用兩用車種的之間 那其實你注意看它的照片 它非常流線 其實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地方怪怪的 它怎麼沒有後照鏡呢 因為其實呢 在它的設計邏輯裡面 一切配備都應該是數位化 所以它後照鏡已經被類似 這個智慧手機的 這個攝影的功能而取代 那如果說你要開車的話 你就是這個坐上去那個面板 照到你的臉部辨識 然後或者是手放到那個方向盤上面 有這個指紋辨識 你就可以啟動了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最懂得玩樂的概念車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內裝啊 非常的豪華 然後它的這個投影的屏幕很大 然後也可以拆卸 就是要讓你在後座呢 可以打電動 也可以看電影 對 然後它內裝的表面呢 也是使用大量的回收材料 連它的前車蓋 都是用寶特瓶的材料回收製成的 所以可以說是一種環保到極致的概念 那慕眠黑的車展上面 又另外一款就是以色列的 公司設計的車子 那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底盤可以橫向的折疊 對 這個非常的 像摺疊機一樣摺疊 對 它是可以縮小的 比如說它有兩種模式 在城市模式的時候 就畫面這個 對 你可以把它的底盤 寬度縮窄 那你就可以在大街小巷裡面 靈活的穿梭 而且這樣你停車的位置 你就不需要太大 所以在台北市以後不用買大車位了 對 就小小的就可以 搞不好買那種小小的車位 就可以塞下去了 對 但是它還有另外一種性能模式 你要出去翻山越嶺的時候 你的輪子就可以向兩邊擴大 然後你的車子就能夠有 更好的穩定性 而且它要價值要一萬兩千五歐元 其實大概四十萬台幣左右 所以變成它的底盤 它可以有彈性調整 對 然後看你的空間跟環境在哪裡 對 你如果在市區 你就比較窄的 然後簡直就像小摩托車一樣 你就很好鑽 很好混 很好停 對 但是你如果要在戶外 你要上坡 你要馬力比較足 你要穩定度比較高 那你就把你的底盤拉大 對 所以是不是非常的實用 我覺得它看起來根本像個玩具 對 非常的有趣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這一台車 我覺得真的很像電影的道具 對 這個電動車新創公司 它推出了一款造型奇特的電動車 三輪電動車 它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像玩具道具 對 它真的很像電影裡面的出現 可是它是三輪電動車 對 它是三輪電動車 但是它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它的續航力突破1600公里 這是遠遠超過市面上 所有電動車的續航力 為什麼 非常的驚人 對 那它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它是不用充電的電動車 不用充電 對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然後它喝水自己會跑 不是 它是用太陽能來供電 對 所以它的車子上面 就有太陽能的板子 那它號稱你把車子開出去 它每天都可以幫你進行72公里的續航力 等於它一年可以幫你充超過17000公里的電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對 然後大概只要70萬 也就可以買得到 好 這個看起來也很厲害 但是如果它是太陽能充電 它可能就要在比較多太陽的地方 去交通運用 對 可能有太陽的時候 如果它到了沒有太陽的地方的話 就會很難續舊 可能那個下雨太多的地方就不太適合 那另外最近這個中國的成都車展 也相當受到矚目 那他們就發現了 也有一台很特別的車子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上海汽車集團 旗下的這個武林宏光 那個迷你電動車 它今年初才獲得這個全球電動車銷售冠軍 它還打敗了特斯拉 它的關鍵是什麼 它的售價只要大概12萬4左右 然後所以非常受到歡迎 那這次在成都車展 他們又推出了一台車子叫奇遇我 你看它很像這個動畫裡面那個瓦力 有沒有 非常的可愛 那它定價大概也才29萬台幣 但是你不要小看它很像玩具 它的配備上是毫不手軟 包括這個胎壓偵測 甚至高階的車有自動煞停輔助系統 360度環境顯示 而且它也有快充的功能 那車子的續航力也有300多公里 所以非常的可愛 而且受到歡迎 那另外這個產品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小鹏汽車 也是中國很有名的電動車品牌 它旗下的這個公司推出了 可騎乘的智慧機器馬 這是全球第一台 你有發現它這個跑起來 連動作都像馬 對 它根本就是一隻馬 對 其實它是設計過的 那除了是這個智慧機器寵物以外 它其實還是智慧交通工具 不要以為它只是玩具 它搭載了汽車等級的 這個智慧駕駛系統 它有透過鏡頭 雷射雷達 來辨識環境跟對象 還可以幫你建構地圖 規劃路徑 那它有強大的語音系統 跟人臉辨識聲紋的能力 還能滿足小朋友的騎乘需求 所以未來如果我們看到路上 有人騎這台馬的話 也不要覺得太驚訝 就以後可能不是買腳踏車給小朋友騎 是買這種機器馬給小朋友玩 看起來去上學可能也挺方便的 真的很厲害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連帶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炮 掃描QR Code 訂閱連帶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